到日本药妆店不少人必扫这款EVE止痛药 因为它被称为头痛悬药 但药师提醒药当心 因为有人吃到起红卷药物过敏 EVE止痛药的主成分布洛芬 过敏患者广从国小学生到成人都有 过敏反应从严肿 全身蚁麻疹到水泡都可能出现 而且导致过敏比率高过普拿藤 加上近三年药害救济申请数量明显增加 药害排名榜也从第九名上升到第七名 但因台湾无代理商也没药诊 民众自行国外买 出问题也无法申请救济 本身有在用头痛的时候才有在吃 看个人体质吧 自己不会买 因为怕好像出事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求偿或什么的 药害救济基金会分析发现 药害排行榜前三名降尿酸药 一飘零醇 抗癫症药 癫能停卡拔探瓶 有医师分析这些药品大多是老药 价格便宜且是第一些用药 但安全性不如新药 以第一名一飘零醇为例 每千人用药就有四人可能因药物过敏 失明甚至致死 药师提醒用药前问清楚 评估体质再吃药 C7我也测课不到 好 好 好